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个梦想就是想要在65岁的时候累积100万元财富 基本上就是说他如果能有系统性的每个月支出400元投资在一个长期的计划 能给他7%回报的一个长期计划 基本上他在65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 他就达到那样100万的一个退休金的一个目标 换句话说Kelvin Tan是用30年的时间 依靠长期和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来累积这100万元退休金的 只是这7%的回报率哪里找呢 一般上财务规划员会建议把这笔每个月400元的储蓄 投资在两个不同的投资工具 首先投资在储蓄保单 因为储蓄保单每年的回报率至少有3% 其余4%或以上的回报率则通过投资不同领域的信托基金 根据LIPER基金研究机构 有些信托基金过去10年 平均年回报率介于8%到10 因此要一元百万富翁的梦想 关键就在于挑选对的投资 20来岁要在退休时成为百万富翁不难 财务规划员说 30来岁的要做到也不难 35岁的西西列目前拥有一万元的储蓄 她每个月的收入是3000元 每个月的房屋贷款是800元 其他的日常开销1600元 每个月还剩下600元 这名观众他要怎么样在退休之前 累积100万元的储蓄呢 其实如果他每个月可以储蓄大概640元 然后如果他从35岁一直储蓄到65岁 就是整整30年 然后如果这个笔储蓄他又拿去做投资 然后每年所得到的回报大概是8%的话 这样其实他只要每个月储蓄640元 就是在30年后就会有100万元的退休金 所以其实是有可能达到的 所以西西列每个月的储蓄只要多增加40元 就有可能圆梦了 只是有什么投资能够提供至少8%的回报率呢 其实8%的回报 如果我们以长期的时间来计算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投资都有可能有这样的回报 这样如果我们看 就算股票在可能30年 一般来说它的平均的回报率 大概也是有9% 然后如果投资在房地产 如果也是以长远的时期来计算 二三十年的话 一般它的平均回报也是大概有10% 然后除了股票跟房地产以外 其实好像投资在法国的葡萄酒 长期来说它的回报也有可能从10%到15% 那45岁甚至55岁以上的人 还有可能议员这个梦想吗 下个星期告诉你 要拥有百万元财产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小屋换大屋 经济不好 私人公寓价格一直往下掉 而大型政府组屋变动却不大 所以有人就想趁这个时候变卖组屋 然后买间公寓 住在碧山的观众听私骇就来信问 他目前居住的四房式组屋贷款已经还清 他计划买一间私人公寓 他想知道究竟出租组屋来供公寓好 还是干脆把组屋卖掉来买公寓比较好 如果组屋房贷已经还清的话 也是意味着你很多钱已经锁在组屋里头 现在你再去买公寓 然后再用这个租金去补贴公寓的开支 接下来呢 你就会在退休的时候有两间房子 可是你现金就变得非常非常少 如果说你买公寓的时候 已经达到那些买公寓的要求 那基本上你的信息流量是不成问题的 你反而应该把这个有纪律的把这个组屋租金拿去做长远投资 这样起码在退休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退休的资产 一间组屋 一间公寓 还有一个比较灵活性的退休资金 但是经济前景不明朗 要不要从组屋提升到私人公寓 最好计算一下自己能够动用的现金有多少 重新估计你的现金流量 来确保你能够达到三个标准 第一就是你所有的偿债 会能超出月入的35% 你每一年还是能够保留10%的储蓄比率 然后你的紧急资金 根据这个新的现金流量来估计 必须能够应付三个月的开支 如果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基本上你买公寓应该不成问题 但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一般上适合考虑的人 必须是月入超过一万元的家庭 你报税了吗 下个星期三就是最火期限了 Amanda问她出租的公寓 租金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单位租金 第二个是家具和电器租金 她想要知道在报税的时候 是不是两者都要承报 租金方面 所要承报的是租金的总额 那就必须包括了来自家具的租金 或者其他装饰设备的租金 如果它有所谓符合租金的所谓开销 比如抵抵押利息 火载保险费 修理费 或者是产业税务 那么它是可以用 申报这些所谓费用 来抵消租金的收入 Add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number a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number a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number and 找到转发局的租金 和声分成功